被骂了半个月的邓超孙丽夫妇,如今终于有所行动了,看看在公益的这条路上,他们做过哪些善事吧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由于上海市区的持续风控,让所有人都看到了,在疫情之下的上海人民,当下正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。 但也让所有人看到了,在一些灾难面前的时候,我们的那份团结,以及来自于人间的温暖,依旧照亮了整个上海。 比如不少的群众们,自发去参加了志愿者,为上海的抗击疫情,贡献出了一份力量。 而且一些有能力的企业,或者明星艺人们,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,向上海市区里面,捐助了大量的物资。 比如黄小明和baby,以及网红李佳琪等人,还有一些外籍的明星们,也纷纷支援了上海,比如那对双胞胎,B1-2。 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,不少的网友们,还质疑了一部分的明星们,为何没有捐款的时候,曾在网络的上面, 纷纷惨骂和吐槽了那些明星。 比如一开始时的胡歌,以及邓超孙丽夫妇,还有马依丽等人,都被许多的网友们,纷纷吐槽和惨骂了起来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更多明星加入支援队伍中,以及更多的捐款照片,被分享到网络上的时候,网友们才发现了, 不少被惨骂的明星们,其实都有捐款的。 比如胡歌这一位明星,当不少的网友们,还在骂他不捐款的时候,他所捐助的物资,早已送到了居民的手中。 还有邓超孙丽夫妇,在被骂了半个月之后,最近却被爆料出了,其实早已向上海方面捐款,只是没有公布出来而已。 记得在半个月之前,当时邓超录制了一段视频,在网络上分享出来,还被无数的网友们,纷纷在留言区吐槽他, 甚至谩骂他,说他只会嘴上行动,没有一点实际的举动。 然而到了4月21号的那天,东方卫视的一哥曹可凡,就在网络上爆料了,说到邓超孙丽这对夫妇,实际上早就捐款了。 曹可凡在他的动态里面,说到邓超孙丽夫妇,已经向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,以及上影集团演员剧团, 还有上海戏曲中心这三个单位,捐赠了一大份的爱心礼包。 当这条消息分享出来后,不少的网友们,才知道他们这对夫妇,原来已经默默行动了。 他们跟胡哥一样的,在做完膳事之后,却不留姓名,也不在现场挂横幅,十分的低调。 所以才让无数的网友们,纷纷误会了他们,以为他们没有行动,因而被惨骂了半个多月。 其实深入了解过邓超孙丽的人,可能都知道他们,一直以来都有做公益的,只是他们比较低调,从来不对外公布而已。 因为,在一个官方账号上,能看到了那个,上海慈善公益基金会,曾有过多次的分享,都是邓超孙丽夫妇的公益行动。 他们向西部的助学计划,曾捐助了数百万元的费用,帮助那些贫困的学子们,送上了非常大的帮助。 但邓超和他的妻子孙丽,却从来没有在网络上,公开宣传过这些事情,极其的低调。 因此才让无数的网友们,对他们产生了不小的误会,一直都以为他们抠门,从来不参加任何的捐款。 但好在如今,他们的大爱行动,终于被曝光出来了,网友们也不用再去误会他们了。 而且他们的这些善举,在被曝光出来之后,相信喜欢这对夫妇的网友们,这下会更加地喜爱他们,以及称赞他们的大爱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邓超夫妇的这种,做好事却不留名的方式,宁可让别人去误会他们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你会有什么要求和你的指数,我可否让你能不能承认,那你让你网友们,使你网友们,使你网友们,并且不认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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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网友们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